在蒙蔡正言罵的有沒有道理 講的不是很多媒體常常在罵他的嗎 不過蔡英文主席 他應該算是有國際觀的一個人士 這樣的批評 我覺得不是很公平 我們要看一個狀況 像我們看日本正在發生 這個所謂的地震跟海嘯 不要忘記 馬英九2008年接手了 我們那一年發生什麼 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什麼 金融大地震跟金融大海嘯 大家可能就忘光了 那馬英九領導的馬政府 從2008年到2009年到現在 一路帶過台灣 走過這麼一個艱苦的 一個修護的過程裡面 這個大地震大海嘯 當然會發生事業 當然會發生很多 我們不想樂見的事情 當然政府要拿出很多錢 油價不能漲 政府要補貼 電價不能漲 政府要補貼 那這個貧窮事情擴大了時候 政府要補貼 財政當然要擴大直俗 擴大公共建設 這整個才撐得住 這也是一個馬英九政府 在這方面我們公平的講 怎麼會有什麼企業總裁做得很好 那什麼時候你這個功勞 不能說 馬英九完全沒有功勞 怎麼當時很多國家 可能銀行一家一家倒 我們台灣在那過程裡面 有沒有倒過銀行 沒有沒有倒過銀行 那我們台灣在那段時間裡面 相對其他國家比起來 我們的康復速度有沒有快很多 200910到11有沒有快很多 所以你要用對照組來比 你當然講是說 如果我們這邊太平天下 沒有海嘯沒有 那比當然是街上不應該淹水 車子不應該衝到海裡面 我當然都懂 火不應該燒 你這樣講我接受沒辦法 那個事前台中市政府處理 真是很難過 那話又說回來說 馬英九作為一個執政者 他當然要全面承受 是不是在減少老百姓的痛苦 因為有了海嘯 不管是金融海嘯 或地質上的海嘯 老百姓會痛苦 痛苦的時候 我們要如何減緩他們的痛苦 甚至化痛苦逐漸為不痛苦 甚至快樂 這一點馬英九每天工作 十幾個小時都在為這個事情 要整個努力嘛 那當然你蔡英文說你批評以外 你就做立法委員當然也可以 立法委員就是我光批評 我不用負執政責任可以 可是如果你今天蔡英文 要告訴說 我如果面對這種8.87的大地震 我要做得比馬英九好 你的本事要證明給大家看 你光用嘴巴批評 只是第一步而已嘛 他沒有執政 叫他怎麼證明 不是 他要提說他的方法 那哪些偉大的方法 不要說一個法也反對 這個也反對那個也反對 我同意 我同意 如果不是馬英九執政的話 如果才是民進黨 貧物差距會更大 我認為會更大 利用大哥你沒有辦法證明 因為窮人會更窮嘛 因為有些東西很簡單 台灣的經濟不靠兩岸 不看大陸讓利的話 你經濟起不來了 那你目前台灣來講 只有馬英九執政 中共會讓利讓得最多嘛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那今天蔡英文他因為他是在黨 他還沒執政 他可以說我上去以後 事業率可以降到哪裡啊 大家所得可以提到哪裡 馬英九不是633嗎 對不對 蔡英文他可以提很多啊 我可以提很多數據 我上去一定可以做到 做不到 做不到怎麼樣呢 做不到以後再說嘛 那怎麼辦 現在比較嚴重是什麼 他今天批評的東西很多是這幾天 很多人在講的嘛 就失業率確實 整個失業率是高的嘛 所以他特別鎖定 就是說年輕人找不到工作 那怎麼辦 然後整個財政赤字越來越 這很多人老講是有感受啊 我覺得其實蔡英文講的 我必須要說啦 他除了作為一個 很多朋友在講 他除了作為一個痛苦現狀的描述者之外 他還要提出一些 所以民眾會繼續問啊 很多民眾希望說他能提出 那我們要怎麼辦 如果要描述現狀 我們靠媒體靠立法委員 就可以描述現狀 那蔡英文他因為在短短的致詞 只有十幾分鐘的致詞 他也沒有辦法才講 還有一個重點 我覺得其實蔡英文今天 對台灣跟中國關係的闡述 應該再闡述更多一點 因為尤其大家對他的八字真言 何而不同 何而求同 因為有一些想法 那他應該有一個說 或者至少他應該預告說 好 那我們對於台灣跟中國關係 我們希望說在哪個場合講 那這樣子大家會比較清楚一點 其實我覺得蔡英文碰到這個問題 他是他刻意不提還是提不出來 過去他沒有執政經驗 蔡英文是行政院的副院長 當國陸委會組委他怎麼會提不出來 金發小組召集人 然後陸委會的組委 今天如果幹過陸委會的組委 會在關鍵時刻提到一個 何而不同 何而求同 模糊到甚至空白支票到 大家沒有辦法解讀出來的 你還虧你還做過陸委會組委 做過行政院副院長 做過金發小組召集人 今天大家除了比這個 施政藍圖之外 這是我們今天探討 還要比施政團隊 今天我覺得 民進黨勢必經過一個內戰 內戰是輸跟蔡的內戰 如果今天蔡英文輸的出身上 我們今天講蔡英文都白坦了 那還是要看民調 第二個就是說 未來如果誰出現 大概或許會 民進黨會面臨到一個困境說 如果你們執政的話 除了你們會提出什麼政策之外 你們還拉什麼團隊出來呢 你們過去該用的人都用了 換過好多人部長 好多人院長了 你們還有什麼人可以用 難道就是這些人嗎 在場中那些人嗎 過去都翻 在那個砧板上 已經翻過好幾番的人 還有什麼人可以用 我覺得這或許是 未來我們要觀察的 那另外就是說 那個請稍等一下 我們現在記者幫我們首要在現場 現在有地震的這個最近消息 我們請吳嘉賢 加錢幫我們 好的主播各位觀眾 吳安持續帶你來關注的是 這是日本的本週外海 在今天下午2點46分 也就是在台灣時間的中午1點46分 發生了瑞士規模8點8的強烈地震 其中附近的嚴守 工程輔導三線震度 已經甚至接近七級 日本氣象機遇破 工程線可能會出現 10公尺高的海嘯 目前最新消息是包括了 成田還有雨田機場是關閉的 而東京很多民眾 全部都走上街頭 因為擔心會有餘震 他們根本不敢待在家裡 或者是在建築物裡面 大家全部都跑出來了 因此廣場真的是占滿了人潮 而且東京的地下體 也全部的停止運轉 而東京的有一個大樓 冒煙起火也是電力 是停止運作的 日本氣象機也是發布了 大海嘯的警報 目前青森到千葉 已經有很多的海嘯出現了 甚至有的已經 郭達了6到10公尺 目前日本的相關單位 都繃緊神經了 要來追蹤海嘯的動態 並且要求附近的居民 千萬不要開近海邊 以免發生危險 目前我們也持續的 為您守候任何的最新狀態 稍後如果任何最新消息 我們也會隨時來為您查播報道 現在先把時間還給棚內主播 好 謝謝嘉賢 我們持續注意日本整個狀況 另外剛才一直要調掉 大海嘯範圍是包括台灣 所以請大家也一定要小心 另外今天這也是政壇 一個大的震撼 所以觀眾朋友 以允投票 看看你認為馬英九還是蔡英文 蘇貞昌哪一個比較看 我等一下會把蘇貞昌跟蔡英文 兩個做個比較 而且會把它整合起來 另外 趙康 趙大哥 不是這個民調 趙康出來講了 馬英九還不一定是贏的 為什麼是這樣 我們等一下討論一下 觀眾朋友歡迎參加我們這個以允投票 你認為誰是比較看好的 等一下我們會做一個統計 另外不是只有民調 現在顯示說馬英九跟蔡英文 或者跟孫章 距離是非常近的 連很多的人都投書 或者寫了重要的文章 趙康 趙大哥說什麼 他說明天就選總統的話 他估計馬英九大概還能夠贏 52%到54比46比48 就是說贏大概4%到6% 可是不可能像以前 58的比例贏那麼多了 變數在哪邊 他講兩個變數很重要 南部如果綠營籃的比數 還持續擴大 像那個立法人這樣7比3 4比6 第二個有另外一個變數 北部如果籃營的 你還沒有變 甚至呢 你出現台中這種事情的話 到時候入死隨手 都還不知道 來 輝文 所以看起來馬英九現在 就是說重要事情不能發生 南部事情頹次拉回來 對 這個 當然蔡英文 他在宣布參選 這個公開場合 對馬總統有很多批評 我覺得也很好 但是我呼應剛剛蔡政委員提到就是說 那 你解決的方法是什麼 因為民進黨不是 你說不能只有罵人 你自己要抵這個方法 民進黨不是沒有執政過 民進黨執政了八年 那民進黨到底改了什麼 這幾年民進黨到底改變了什麼 這是我們檢驗民進黨 而且也檢驗蔡英文 那這個是蔡主席他之前都講過了 剛剛各位講到八字陣營 就合而不同 合而求同 這八字是什麼意思 我跟蔡英文自己也說不出個說意 那蔡英文他是 從他當入委會主委的時候 他就認為沒有九二共識的 可是他在接受蘋果日報專訪的時候 他就說 如果民進黨在執政的話 會延續前朝的政策 前朝就是這一朝 這一朝就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不同不獨不無 所以蔡英文的兩岸論述是什麼 就是沒有論述 可是大家真的很在意嗎 我跟大家講個小故事 前一陣子 蔡英文到南部的地方電台去 去走 走走走走 有一個地方電台的主持人問蔡英文說 你覺得你也出來算 馬英九2012年會打什麼議題修理你 蔡英文打什麼 蔡英文說是EK吧 蔡英文自己知道說 EK吧會變成2012 如果馬英九跟他這個競選的時候 會拿出來質疑的一個議題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要請問 今天有去台下幫蔡英文 這個鼓掌那些獨派的團體 你們接受蔡英文EK吧的論述嗎 那因為他們那些人都是矛盾的嘛 他們明顯反對EK吧 可是蔡英文沒有反對EK吧 你們支持蔡英文 這是不對的 我覺得獨派的團體應該直接檢驗蔡英文 在EK吧上面的論述 因為你們是反對EK吧的 如果蔡英文不是那麼完全反對EK吧 你們就不應該支持蔡英文 所以蔡英文現在就是很多人就講 今天蔡英文看起來聲勢是最高的 今天宣布要選總統 就是一個檢驗開始 把EK吧東西就來檢視了 可是相對 馬英九也沒有優勢 馬英九不能說沒有優勢 至少你剛才談EK法 馬英九議題就抓得很穩 如果說馬英九問蔡英文說 那你如果想選總統 你對於EK法要不要公投 把他廢止掉 你要不要辦 他總不能說 我要延續馬總統你的政策 那他怎麼選得下去 所以蔡英文未來還要面對很多的挑戰 不過當然他會給人家一些 比較模糊的想像空間 比如說還沒有提出來的 什麼兩岸的十年政綱 他可能會不會用一些什麼合同論 什麼合不同 同不合 平常講我搞不那麼清楚 所以打模糊戰略在選戰上 當然是一個議題 但是是不是對選票有多大的衝擊 目前還有待觀察 所以照照剛先生所講的 也是我的憂慮 蔡英文明明是在各種政策上模糊糊糊 在各種立場上 有點的兩面討好 我不否認說他的討好的技巧還不錯 那光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拉近這個支持度 那麼就可以對馬英九造成威脅 這一點我們當然很擔心 如果真的說他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破綻的話 那我們選起來就更辛苦 一拳打到棉花裡面去 不曉得怎麼去搜索 所以我同意照照照剛的看法 我們南部的差距不能再擴大 北部的差距不能縮小 我倒覺得國民黨要擔心的是馬英九的執政包袱 他不必擔心說這個蔡英文還要提出什麼東西來 尤其蔡英文自己也說了 他從來就不是一個明星也不是一個偶像 大家想想看這段時間以來 這個今年 我不要說 今天剛剛現在是地震 今年到年底立委選擇 中間還隔一個颱風季節 那今年又是反勝因 如果說馬英九政府不能妥為因應 造成更多的民意 大家想看2008年 現在已經執政過了高雄市 馬英九也贏 高雄縣馬英九也贏 台南市馬英九傳統的綠營 馬英九贏8000票 7800多票 台南縣馬英九輸7萬 但在這個情況下 我肯定了這幾個 四個綠營的所謂南二都 現在升格成為南二都 綠營的偏重 馬英九沒有2008年的優勢 所以南部藍綠之間的差距 一定是綠營會贏得更多 那重點是 中部如果碰到像台中 這個五都效應 在這個五都效應選舉的時候 台中市胡志強僥倖過關 贏3萬票 這部分台中馬英九 中部地區 馬英九很戰鬥優勢 從民調看起來 兩邊距離是近的 不過蔡英文 他有順利挑戰馬英九 都是G的 那現在林趙豪剛他們都認為說 距離大概都只有4%左右 這跟以前是不大一樣 以前國民黨民調都贏到10% 現在是4% 顯然都是很接近的 那另外一個變數就是 民進黨在南部越來越強 距離越來越大 或者還有台灣問題不解決的話 國民黨要繼續執政就很難了 其實如果按照過去幾場選舉的話 我們講說2000年還是三分天下 這個陳水扁怎麼贏的大家都知道 可是到2004年 我們排除掉兩顆子彈這個因素 因為互有漸長 那在那個兩強對決 是民進黨是有取得執政的 這個逼近的這個可能性 所以08年是馬英九時代來贏 這是一個藝術 所以我非常同意剛剛趙大哥所提的 就跟我們回覆 我們第一段有提到就是說 向來南軍在北部要大贏嘛 你現在有沒有大贏 南部要小輸 你現在是大輸 那中台灣又打平 後來又有出事 所以對民進黨來講 民進黨向來是寄望在敵人的失敗上面 就看你國民黨執政上 你有什麼痛腳 譬如說2000年之前 1999年有九位一大地震 那縱使有行政資源全部下去了 可是那個時候當然有其他變數 但是你還是有輸的可能性 所以這次的那個錦鈴森 或是說那個輸的可能性是增加了 但是我還是認為 中舊就看藍營的就是那個基本盤 或者是中間選民 有沒有符合他的這個政策 所以我覺得藍營還是佔優勢 但是你說那個失敗的可能性是 比之前08年拿會執政那個時候 節節敗退下來 是有很高的這個可能性 那就看民進黨的氣勢是如何了 現在看起來藍營或者馬英九 還是小福德領先的 民調或者很多的專家的看法 可是連美國智庫都講 裡面實際上是有些危機的 那現在連燒鋼他們都提了 南部會不會持續在大蘇 你北部能不能贏更多 最重要是什麼 人民要過得好的話 風災什麼天災那些東西 本身是要能夠應付的